甘家大院内常年棉竹之声悠扬 来往访客车水马龙不绝 在甘贡三的教导之下 其子女皆与金坤戏曲有缘 这人家真是在培养琴棋书画 这个祖上有德吧 按中国人说 就是宿命论 已经挣了那么多钱 而且是要名望有名望 要地位有地位 要金钱有金钱 所以人就往这个琴棋书画这方面转移了 所谓的高雅的追求了 各个造诣颇深 京剧社团有义集 有仪的有 艺术的义集中的集 你看这名有义集 这个就是棋子 他仨儿子啊 叫甘南轩 甘涛 还有甘绿枝 这三兄弟 于解放初期 1949年以后 南京解放以后 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都啊 被解放军解放以后 在南京组织的一支极有名气的青年的京剧票友队伍 说一下解放南京 我记得很多年前 80年代初吧 我看过一本杂志 好像是关于军队题材的 还是文学题材的 那会我也经常去买一些期刊吧 谈不上杂志 文学期刊 有十月 什么中篇小说选刊 等等的 其中有一个画面 就在南京总统府 然后几个解放军战士 穿着黄色的军装 戴着那种军帽 背着冲锋枪什么的 还有拿着这个步枪上着刺刀的 就把国民党的旗降下来 好像还踩在脚下 然后把共产党的这个红旗升上去 那支部队实际上 原来就是国军 但是这国军里边的杂牌 就是冯玉祥的老西北军 冯玉祥的老西北军 很多抗日战争期间 当了所谓的伪军 国军回来之后 这个光复以后 他们又加入国军 后来呢 国军不行了 又加入共军 这个部队就是吴化文 吴化文当军长 吴化文就是杂牌军 王耀武 是守这个济南城 济南城外飞机场等处 就是吴化文 后来吴化文投降了共产党 就他这支部队 先打进了总统府 后来 大陆的媒体不太愿意谈 这支部队到底是哪支部队 是吧 实际上 并不是什么王牌军 他们冲进了总统府 可能因为他们是国军 他们熟门熟路 当然我这是演绎开玩笑 他们也不熟 是吧 但是他们是国军里边的西北军 吴化文西北军 张南风西北军 贾汪起义的三隋区 第三隋境区的张克侠何姬峰 都是冯玉祥的人 冯玉祥作为他们的老长官 据说一辈子反水 倒阁八回 好了 扯远了啊 有人说我东拉西扯 我这就要东拉西扯 这就是我的风格啊 阎凤凤英进入友集 有一集后啊 就进入这个京剧社团以后 像甘绿枝 应该是三兄弟当中的老三 求教学习京剧 俩人很快便相恋同居 阎凤英那会儿二十岁啊 但是他十五岁 他就被那个大队长给抢走 做压债夫人啊 被国军的国府的保安大队长 自卫大队长啊 甘绿枝是甘贡三的小儿子 兄妹排行第四 刚才说三兄弟 又说兄妹排行第四 那他们家还有一个姐或者妹啊 他早年毕业于南京市立 市属的职业学校的商科 就是个中专学历吧 17岁毕业 即考入国民政府 延误总局工作 像他们这种家庭可能不用考 是吧 他父亲那么有名望 这么大的一个家族 历史这么悠久 是吧 后来辞职了 可能贤政的少 经商开百货商行 卖百货的 兼做房地产经营 还做房地产生意 受父亲的影响 他自幼爱好戏曲 不仅精通 京剧昆曲 攻老生 他是 主要是唱老生的啊 这个角色 然后小生啊 弹局啊 花脸啊 等行当皆能 其他的也能唱 游善惊胡 会拉惊胡啊 这个 还擅长于 戏曲演出的经营工作 有点类似于今天的 Breaker 经纪人啊 在遇见 闫凤英之前 他的妻子 因为冬日 冬天啊 在室内烧炭 取暖 不慎 中毒 亡固 啊 这种就是说白了 煤气中毒了啊 这种很普遍 我的一个堂姐 呃 我们叫她小爽姐 我们那个爽姐就是 八十年代吧 八二年 八三年啊 就 煤气中毒 去世了 他们家呢 五个姑娘 没有小子 就是五个女孩 她是老大 当时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 儿子 有了一儿子了 然后那大姐夫 也跟他们家生活 他被煤气熏死吧 老百姓叫煤气熏死 就是煤气中毒 死亡之后 后来他们家 特别喜欢 那个小外孙子 然后都不舍得 后来怎么办呢 我那个二姐 我那个二堂姐 就嫁给了大姐夫了 就把大姐夫 就挽留下来了 留在他们家了 这个大姐夫 是化工部的 化工部的 后来也是化工部系统 全国不都经商吗 九十年代 后来化工部系统的 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 反正也是个头啊 然后我跟他不熟 我哥我姐跟他熟 他们岁数接近 对 说到了这一点 我那个 唐姐夫是化工部的 我那唐姐 生前 北京是化工二厂的 据说薄熙来 据说这曾庆红 原来都是那厂的 北京是化工二厂 然后我哥 就是托我 这个大唐姐的门子 托他的关系 进的那厂子 八十年代初吧 那会儿找工作不容易 由于严凤英 你看这就点题了啊 由于严凤英 是个流落风尘的女子 是吧 在舞厅里边陪人跳舞 是吧 很多人毛手毛脚的 搂一下摸一下的 对吧 这个 而甘家是南京的名门望族啊 讲究门当户对 加上妻子心事 刚刚去世啊 按照家族的风俗 他也不是家族的 叫民间都有那说法 丈夫续贤 虚三年之后 是吧 一般来说长辈去世 不是还得丁幽呢吗 丁幽也得三年啊 是吧 丁幽期间 你也不能 严格来说都 不能有夫妻生活的 对不对 甘绿枝啊 开始有所顾忌 没有将消息告诉家里 而是借朋友的房子 在外与严凤英同居 偷偷摸摸的 他家里人知道了 说 是吧 由于老爷子 甘贡三 是个昆曲的戏痴 他喜欢昆曲 达到痴迷的地步 凡有客人来 他都要竭力 劝说客人学昆曲 就是他喜欢 他以为别人也得喜欢 严凤英呢 随甘绿枝 来到甘家大院 主动学戏 甘贡三自然十分高兴 啊 投其所好 老爷子高兴 当他得知四子 就是老四啊 绿枝 与严凤英感情很好 并以同居 并以同居生活 不仅没有反对 呃 反而要求儿子 将严凤英接回家 这老头还很开明啊 这小妹 小妹叫甘问轩 就刚才 上一期 我那节目里边 有照片的老太太啊 现在还 还健在应该 清楚的记得父亲 严肃的对四哥说 家中的房子这么多 你们还住在外面干嘛 老头也不舍得了哈 还单花一笔钱 他们家有 九十九点五间房 老爷子的这句话 让甘绿枝心里悬着的 一块石头落了地 在那个婚姻 遵从父母之命的年代 这意味着父亲 已经将严凤英 看作一家人 就这样 严凤英因 金坤戏曲 结缘 甘家 从此正式成了甘家的一员 是吧 然后呢 1992年 就过了42年啊 南京市政府 将甘家大院保护 建成南京市的民俗博物馆了 其中包括严凤英 他救居的卧室 按照原貌 还保留下来 对外展出 就是这个 看见了吗 还有严凤英的一个照片吧 你看那个床 都是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床啊 非常好 其实 一直到民国 一直到解放出的很多年 我觉得啊 基本上以这个文化大革命 为一个时间节点 文革以后 包括破丝旧什么的 中国传统的东西 被破坏的 被抛弃的 被废弃的 比较多 之前还是保留了 不管是建筑啊 艺术啊 很多东西 四年相守啊 情义 狭义情长 这个自幼在外流浪的 严凤英啊 一个女的 唱戏的 男的看上之后 还得 是吧 进入干家后 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 更让他快乐的是 能在这学戏 登台演出 干家的后人 还清楚的记得 严凤英 最爱表演的京剧 剧目 是玉堂春和梅龙镇 说到梅龙镇 这个西单北大街 马路西 有一个酒楼 就叫梅龙镇 那个酒楼的老板 原来就是我的老板 我在他那工作过 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叫顾铁华先生啊 也入干府学系 拜干贡三的大女婿 京剧名家 叫汪剑云 耕云的云 剑 宝剑的剑啊 汪剑云为义父 那是干贡三的大女婿啊 认了个干爹 还曾经得到 严凤英的照料 看来他那会儿 岁数比较小啊 顾先生五十年后 撰文回忆 依然对严凤英 充满了感激之情 四舅母 也就是严凤英啊 他称她为四舅母 是个平易近人的人 对我这个痴迷中国戏曲的年轻人 十分亲切 常常关心我学系的进展 至今我仍缅怀着他 甘绿枝对严凤英的生活起居 学系 更是细心的照料指点 常操琴为严凤英演唱 伴奏乐在其中 甘家的后人啊 至今仍将严凤英 视为家族的一员 2004年底 甘家的子孙 为纪念 甘贡三老人 即南京昆取社成立50周年 在出版的有公堂文集 一书的续文中 有这样一段文字介绍 四子绿枝 就是甘绿枝 京剧老生 小生 皆能 老生小生都能唱啊 且 擅操京胡 比较擅长是 拉京胡啊 夫人严凤英女力 严凤英女力 受甘家之 熏陶 于京昆唱念表演方面 多有收获 哎呦 这个 严凤英曾经的丈夫啊 也是严凤英 众多丈夫 其中的一任 你看看 人这个气质了吗 是吧 多么斯文啊 一看家里边的教养啊 这个 确实这个环境熏陶的 富有诗书 气自华呀 是吧 书香门第 严凤英啊 在甘家的 这种安定的生活呀 并没有持续多久 后来被 一位意外的访客啊 不速之客 彻底打乱了 就在这年的年底呢 安庆市 群乐剧场的黄梅戏班 派一位姓陈的职员 到苏州 这个购置演出的行头 买戏装 路过南京时 顺道 前往甘家大院拜访 就当年啊 南京的甘家 在江南啊 长江中下游 这一带 戏曲界啊 戏曲界 也包括其他的行当 比如说政界商界 他是很有影响力的 都得到他们家拜访 他有知名度 他有影响力啊 属于这种大家族啊 不经意间在这里见到了 阎凤英 偶然的看到了 陈某回到安庆后 将见到阎凤英的消息 传了出去 群乐剧场的老板 那个时候啊 还没搞公司合营呢 还允许私营经济存在 所以那会儿剧场 很多行当还是私营的 这个叫群乐啊 老百姓那个群啊 群体群众的群乐 快乐的乐啊 群乐剧场的老板 正在为演出生意 不好而犯愁 说白了 没有绝啊 没有明绝 听到阎凤英一道 已有下落 不禁喜出望外 连忙派人到南京相请 家乡同行的热情召唤 让严凤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 他舍不得离开干家 良好的生活 人家多有钱呀干家 是吧 锦衣玉食啊 衣食无忧啊 吃喝不愁啊 与艺术环境 你说干家吗 是吧 人家还有艺术环境 另一方面 他又丢舍不下 心中的黄梅戏的舞台 说不客气的 还是那种戏子本性 是吧 他还是喜欢 在台上表演 他喜欢这个 倒是甘绿枝 身名大义 他知道 严凤英的艺术前途 在黄梅戏的艺术舞台上 反过来主动劝说 严凤英返回安庆 并亲手张老 为严凤英添置了一套 演出的衣箱行头 甘绿枝的关心体贴 让严凤英非常的感激 1951年初 严凤英在外飘荡数年之后 终于踏上了返乡的归途 乘江轮回到了安庆 从南京啊 上宿往上游啊 逆着水 逆水行舟 可能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这个逆行者 这也有点不太好的寓意啊 这个类似情况 包括邓丽君 这个占有中国食用油市场 至少百分之四十 这个比例的 百分之四十市场的金龙鱼的大老板 就是郭氏兄弟 马来西亚 也是新加坡 也是香港的 各地都争这个家族 都说是自己地方的巨商 郭鹤年家族的长子 郭孔诚 就看上过邓丽君 当时谈的条件 就是说你嫁给 嫁给我可以 当然邓丽君之前也谈过好几个恋爱啊 然后你嫁给我们家行 那你就收删 你不能再去 外面再去唱歌啊 再去演出 人家也不缺钱 那邓丽君拒绝了 我说你听见了吗 你弟兄弟就行 所以我的绝望 然后我把绝望 我让你这种旁边